在福建的东南艺术中心 一场名为雅道清欢 东南时去急的活动 如一股清流般涌入人们的视野 这不仅仅是一场展览 更是一次深入心灵的文化体验 由中式服装设计师林伟华先生 和花道艺术家林毅女士 共同策划 这场活动以乐、香、花、茶、长舞艺为基础 构建了一个可以听、可以品 可以赏的中式美学生活的理想之境 在这里 传统音乐的悠扬琴声 香道表演的优远气息 花道装置的自然之美 品茶清潭的闲适生活 以及中式服饰的独特魅力 共同编织了一幅富有东方哲学和美学的画卷 让参与者仿佛步入了一个静谧雅致的世界 体验到了生活中的清欢与雅逸 来源、网易 而在上海 一个全新的展览 也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上海工业博物馆的首批藏品展示 这不只是一场展示 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 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让人们见证了中国工业 从零到一的辉煌历程 从1882年的亚自排白赤灯到1955年的永久排自行车 再到20世纪70年代广受欢迎的红灯711型收音机 每一件展品都承载着一段历史 传递着一种精神 激发着对工业制造和技术创新的无限热情 这些珍贵的工业藏品 不仅让公众感受到了上海 乃至中国工业的辉煌历程 也展示了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 来源 网易 这场工业博物馆的展览 不仅展示了自行车 收音机 手表等与市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产品 还有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家庭必备品 如蝴蝶排缝纫机 这些展品不仅是工业发展的见证 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例如 上海牌手表 不仅是中国第一只戏马表 更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 一种创新和突破 而红灯牌收音机的畅销 不仅因为其优良的产品质量 和美观的外形 更因为它满足了那个时代 人们对于信息获取 和娱乐生活的需求 来源 网易 通过这些展览和活动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追求生活中的 亚还是感受工业发展的 利 它们都是中华文化丰富多彩 包容并蓄的体现 从福建的亚籍 到上海的工业博物馆 这些活动和展览 不仅展现了 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也展示了中国人民 不断探索 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传统 与现代的交融 看到了历史 与未来的对话 更看到了一个不断前行 勇于创新的中国 在这个充满历史 与文化交融的时代 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展览 如同时间的传番 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印记 穿梭于过去 与未来之间 接下来 我们将一同探索 这些展览的魅力 感受文化的碰撞 与融合 在浦东博物馆 一场名为光辉时代 普拉多博物馆中的 西班牙往事的展览 吸引了无数目光 这里展出了 七十件油画杰作 包括提香 维洛内塞等大师的作品 更令人惊叹的是 蒙娜丽莎的临摹作品 也在此展出 让观众得以一窥 这幅世界名画的神秘面纱 而在西岸美术馆 清醒梦境 声音的旅程 展览则带领观众 进入了一场声音的奇妙之旅 这场特展探讨了声音 作为创作媒介的潜能 展出了来自彭皮杜中心的 新媒体馆藏 以及中国艺术家的 视听装置 与声音雕塑 东义美术馆的最后的贵族 乌飞奇馆藏 十八世纪 欧洲绘画展览则展示了 美帝奇家族珍藏的艺术品 通过这些作品 观众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转折 以及艺术如何 超越宗教 皇家 贵族的界限 反映更广泛市民阶层的生活 和审美情趣 在上海博物馆 一场名为星耀中国 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展览 则是一次 深入古蜀文明的探索 这场展览 汇集了最新的考古发现 和文物修复成果 揭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面纱 展现了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 长设展更新 则向观众展示了 玻璃的多重属性 这里的展览 不仅呈现了玻璃的历史内涵 还通过丰富的互动性 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 在北京 UCCA邮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山本博斯的 《无尽的刹那》展览 汇集了 艺术家半个世纪的艺术轨迹 这场展览 以11个系列 127件作品 全景式展现了山本博斯 对时间和记忆的探索 故宫博物院 文华殿展厅的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十七 十八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 则通过瓷器 绘画 版画等文物 追寻了一百多年间 中法两国 往来交互的历史印记 展现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史 而在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 团职之工 古代东西 文明交流中的陶瓷艺术特展 则跨越了六千年的时间维度 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 和古埃及的陶瓷艺术 让观众更好地理解 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 共性和差异性 最后 贞观 李世民的盛世长歌展览 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 通过珍贵文物 呈现了贞观盛世的繁华景象 让观众感受到 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辉煌 这些展览不仅仅是 对过去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通过这些精心策划的展览 我们得以一窥人类文明的深度与广度 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和魅力 在这些文化的交汇点上 我们既是观察者 也是参与者 共同见证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西唐古镇迎来了一场非凡的庆典 这不仅仅是 对一位戏剧大师的纪念 更是对中国戏剧艺术 无尽魅力的致敬 顾西东 一个在戏剧界留下深刻印记的名字 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嘉兴西唐古镇成为了一场 盛大纪念活动的举办地 这场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 浙江省文学艺术联合会联合主办 嘉兴英子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运营 旨在向这位戏剧艺术巨匠致敬 顾西东 1924年出生于西唐 他的一生是戏剧艺术的一生 创作了八十余部经典戏剧作品 其中40个剧本发表 五部电影搬上荧幕 他的作品 不仅仅是表演艺术的展现 更是对生活 对人性 深刻洞察的呈现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 全国十大剧种 十一大院团 近百名艺术家 连媚演绎 展现了顾西东作品的独特魅力 而在燕京书画社 琉璃场分社 另一场艺术盛宴正在上演 陆天宁的绘画作品展 《天地清宁》正式开幕 展出了四十余幅 以西藏地区宗教艺术 及民族风情为主的水墨画 陆天宁 一位以独特视角和深厚情感 描绘西藏 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 对美的追求 更是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刻感悟 这场展览 不仅是对陆天宁 艺术成就的肯定 也是对传统文化和艺术的传承 与发展的探索 而在现代社会中 乐高作为一种创造 与想象的工具 也在不断演绎着他独特的魅力 乐高不仅仅是儿童的玩具 更成为了成年人心中 那份纯真与梦想的寄托 乐高的魅力在于 它能够让人们在拼搭的过程中 找到一种放松 与自我实现的方式 它是一种消极自由的体现 也是一种赛博禅修的体验 无论是复现经典建筑 还是创造出 只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 乐高都给予了人们 无限的可能 从顾西东的戏剧艺术 到陆天宁的绘画作品 再到乐高的创造世界 这些看似不同的艺术形式 实际上都在向我们展示着 同一种东西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与向往 对创造与想象力的无限尊重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艺术以它独有的方式 为我们提供了一片净土 让我们能够在其中 找到安宁与自我 继续前行 在新加坡的绿意盎然中 圣域集团总部的开放 不仅是一场建筑界的盛事 更是对花园城市理念的 一次深刻践行 由萨夫迪建筑事务所 清新打造的 这座超低能耗建筑 不仅以其独特的停台 设计和中央步行 街道引人入圣 更以其对自然的深度融合 和社区意识的培养 展现了未来办公空间的新方向 这不仅是对萨夫迪 在新加坡建筑印记的一次扩展 更是对全球办公建筑 如何更全面地支持 更优质 生活方式的一次探索 圣域集团总部的设计 以及它对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无疑将成为新加坡 乃至全球绿色建筑的一个标杆 来源 网易 而在广州 文化的芬芳在 五一假期中绽放 广州市文化馆 解锁了新玩法 通过五十多场次的展览 讲座 课程和演出等活动 让市民和游客 贡品飞移 与艺术之美 五大精品展览绘 从乐剧传统服饰 到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再到岭南盆景艺术 每一处都充满了 浓厚的文化气息 同时 广州市文化馆 还通过引入优质社会力量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 和旅游服务 为大家带来全新的文化 和旅游体验 打造文旅空间新场景 来源 网易 另一边 港片的经典之作 至尊三十六计之偷天换日 在三十一年后 依然光芒不减 这部由王晶指导 梁家辉 刘德华主演的电影 以其独特的喜剧元素 和精彩的剧情设计 成为了港片历史上的 一个标志性作品 影片中 不仅有刘德华 和梁家辉之间的默契配合 还有许多婚段子 和无厘头的笑点 展现了 王晶导演独特的艺术风格 同时 女演员 李婉华的出色表现 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影 不仅是一次对商业电影的成功尝试 也是对港片黄金时代的一次完美回顾 来源 腾讯 从新加坡的绿色建筑 到广州的文化盛宴 再到港片的经典回忆 这些故事 不仅展现了不同地区 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不同路径 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连接自然 文化和艺术的共同向往 无论是通过建筑设计的创新 还是通过文化活动的丰富 亦或是通过电影艺术的传承 这些努力和探索 都在向我们展示 美好生活的多种可能 在中国的电视剧 史上总有那么一些角色 让人爱恨交加 让观众议论纷纷 城中之城 就是这样一部剧 其中的两个角色 尤其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一个是由白雨帆饰演的陶无忌 另一个则是龙妮饰演的周琳 这两个角色 为何会成为观众吐槽的对象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周琳这个角色 周琳被设计成一个 试图用色诱手段达到目的的角色 但最终她的计划 以失败告终 观众对周琳的批评 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外貌问题 剧中将周琳设定为 赵辉王七的替代品 但观众认为 她的形象气质 并不符合一个名牌 大学校花的标准 其次 周琳试图通过色诱 赵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这一计划 显然过于天真 和自以为是 周琳的逻辑是 因为她长得像李莹 赵辉就会爱上她 从而答应她的条件 但事实证明 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最终她不但没有成功 色诱赵辉 反而自己陷入了感情的漩涡 周琳的失败教训 告诉我们 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过分奢求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 人们一旦被欲望裹挟 就可能迷失方向 最终被自己的欲望所反噬 城中之城 通过周琳这个角色 展现了人性的复杂 和欲望的危险 而在另一个历史的角落 我们看到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故事 商代编程的壮观遗迹 在陕西摘沟遗址的考古发现中 我们看到了 3000多年前的文明 如何以其惊人的工程技术 和深邃的文化底蕴 留下了引人入胜的历史见证 这里的大型建筑群遗迹 假字形大墓 和大量青铜车马器等出土物 不仅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高度发达 也向我们揭示了商文明 与西北文明的多元互动 通过对摘沟遗址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商文明的辐射力和影响范围 以及它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关于商代社会结构和文化的重要信息 也让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同样的 三星堆博物馆的特别展览 《集金著史》 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 通过展出160余件青铜文物 向我们展示了青铜器 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青铜器不仅是技术和艺术的结晶 也是早期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些青铜器 我们可以窥见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 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重要特质 从《城中之城》 《中周林》这个角色的失败 到《债购遗址》和《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文物展览 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历史的深邃和文化的丰富 无论是在虚构的剧情中 还是在真实的历史遗迹中 我们都能找到 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教训和启示 这些故事和发现 让我们更加珍视和了解这片拥有 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土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